在一个姻缘机会下 认识了爱心美后陈娇娘姐 她跟我说在新竹的山上 有位叫阮翠红的姐姐 中风十多年了 她的低收入户又申请不过 然后儿子才15岁 正处于叛逆期 先生呢前几个月刚过世而已 自己又得了子宫颈癌 一路去车北上经过了足科 就这样我代表了我们 台湾越南新住民权益促进协会 了解和关心一下她的情况 其实前往翠红姐家的路 风景真的很美 但我觉得其实挺不称唏嘘的 因为我们即将关怀的对象 也许没有那个心情 能够去体会这里的风景 这次的活动其实也算是爱心美后 成交娘姐的发起 还有世界爱心美后青山协会的全体 我们一起带着捐赠的物资跟善款呢 到这边来一起关心她 大家也一起来了解她现况所遇到的困难 一起集市广益看如何能够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 我现在我们只偶尔来关怀一下 总不能说每个月要捐多少 像我这一次我姐妹已经帮忙她 全部加起来就四万多 我待会就来说一些钱就拿给她 那叫她自己只用比如说FB 然后去LINE 让她们自己去超自己一只手就可以赚钱 对对对对我会给她这样去赚钱的 我说她说珍婆说为什么我老公有年龄的地 可以有财产 对对你有财产超过 可是这个我们应该也要告诉我们要什么去解决 我们要放弃这个财产 我们去偶尔去给那里查出来没有财产 她有去查 那就可以那你要深入 因为你的工作室是深入 因为她说你有财产像以前 如果有朋友她可以理我 那个中心收入分离不过 因为她有老婆 访问的过程中 巧遇路过时常来关心她的村长 我是山湖村村长 阮小姐她因为老公也去世不久 但是她我有跟乡村所各单位去申请 但是卡到说她以前不知道地几代钱 所以联名有一点土地 但是她那个土地也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她住房子都要租的 她也不能有收入 她也没有爸爸收入 儿子还读书 所以她等于说完全没有收入家庭 但是政府就伸不出手来援助她 每次申请 政府的法规就是这样 没办法申请到 所以阮小姐她是很需要民间的力量 呃 其实她是每个月都要开支 所以说这个最好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来源 不然的话她有一餐每一餐的真的是很需要资助 谢谢 关心慰问跟记录其实都是一种抛砖预域 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这边的记录 散播出去 让更多人能够关心到她 同时也让更多需要被关心的人 能够被看到 请问 theatre 红定胖四imon 今次加热 VANS 相扬 现在 generations 肯成 腸肝 但 只有19 veces 肉 肉 读吗 病毒是19� 病毒呢 病毒是一个确定 病毒现在不是 Entãoé 他们都群入薄 把抗� fore 都 Pain 但他们都是老大 所以我们 upfront 就是去病毒 但因为 служ的脖子 鼓口也可以 即使有现 verkligen 前来眼睛都看到的毛 来说肥皂有零八 海银跑到零八 之前只供进来嘛 现在只供进来 基本没有跑到零八 最危险 因为生育发转到肝 还有肺骨 然后转到脑就不好吃 所以他街头说 一四两万块 要六四才结束 六四要说二万那么多 是 现在你选择家人住宅 每天你也没有负责 每天都出去充有4,872元 还有内饭 在任何部门网公众或委员 有没有业务去 对待你童我们家来的 我们能够责一个10,000以关科医生的军事 我们能够责一个10,000以关科医生的军事